诶 看我心嫖的游戏本 八核R9处理器 牛皮牛皮 牛皮牛皮 诶 你的电脑鲁大师跑多少分 15万分吧 15万 我这有75万啊 哟 你也买了新电脑 你这电脑跑多少分 我这电脑 我这电脑能跑58万分 58万 还不错还不错 诶 但是我有75万分 诶 嘿嘿嘿 你也弄了个新机器 但是我这75万分 你这多少分 哦 大概300多万分 啊 300多啊 你服不服吗 你扯弹了吧你 他又踩弹 你这是核弹吗 哇 真的是核弹啊 这台工作站是联想的Think Station P620 说它是核弹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机器整体也用了Think系列的家族式红黑配色 外观看上去还是非常低调的 A面采用了蜂窝状的网格设计 下方有一个Think Station的logo 前面版略微突出 包含了光驱、电源键、USB接口和耳拜接口 这里还有一小块数字显示屏 是一个主板的故障诊断码 我们俗称Debug灯 当遇到硬件错无法开机时 通过这个能比较容易的排查问题 然后是性能实测部分 首先我们对它进行一下常规的跑分 先来看CPU Cinebench R20中 这颗处理器可以跑到24000分 我们去年测试的那台28格Mac Pro的时候 R20才可以跑到1万分 我是真没想到 这才一年的时间不到 比8最高测试成绩这么快就被刷新了 这时候我的内心除了AMD牛逼以外 真的是有些词穷啊 再来看一下显卡 这张显卡在3D类的专业软件上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其他项目例如AE、PR、PS等等 我们也随手测试了一下 只能说这个机器跑这些项目 完全就是杀鸡用牛刀太浪费了 好了 显然这台服务器的性能完全超出了我们家用机的范畴 除了跑分之外 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台电脑的性能用光呢? 我们今天就来尝试一下 它的CPU这么强劲 核心数这么多 我们尝试一下比较吃配置的软件 看看它能发挥到怎样的程度 我找朋友的朋友要了一份Blender的成品模型 这是一张很大的渲染图成品 我们用这台电脑把它渲染出来 我们把渲染模式选成纯CPU模式 来渲染一下试试看 这张图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渲染完成了 看看CPU占用 全核满载毫无压力嘛 最终成绩 这台电脑只花了两分钟 就完成了这张图的渲染 好的 看完了机器的全部内容 相信你对这台电脑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